Hello 大家好 我們已經很久沒見了 對上一條影片好像是兩個月之前 還是York的Vlog 因為我這一期真的太忙了 完全沒有空剪片了 如果有留意有IG story 應該會看到有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 很勤力在散開廚房 其實就是為了 噔噔噔噔噔 這件事 大家要看Lillian的Vlog就知道什麼了 她就在香港飛過來英國 她就問我 有什麼想她在香港帶來 我說我想吃魚蛋燒賣 這個願望好像有點難實現 但結果呢 Amazing 她說真的有魚蛋在裡面 OK 來吧 好 開始 嘩 我先試一試什麼 噢 有一包麵 這是斜仔麵 我猜真的油麵 然後有一包好像辣醬 咖喱 應該是咖喱 有一包芝麻 然後這個是蔥 然後 噢 噢 有兩隻Boss 你摸一下 你摸到兩隻Boss 這個是魚蛋來的 魚蛋來的 煙魚蛋 為什麼這麼有質感 但是為什麼這麼厚 我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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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任務 我吃 鏡關系 是 水應該 我當它滾了 當它滾了 認真 OK 那它這個熟的 可以嗎 可以 然後呢 就把麵 噢 噢 Sugoi 有啊 有那些Feel 好像在車仔麵 叫阿姨夾素上來的 我不是阿姨 其實它不是很難做的 當然不難做 難做就不會叫我做 把車仔麵放入 發水中煮一分鐘後 廢水啊 噢 我現在差不多撈起了 OK 然後要做什麼 混合這三個東西 魚醬包 芝麻包 和蔥包 是 半菌 這是蔥 哦 nice 芝麻 好香哦 步驟三是最難的 最後加入咖喱魚蛋即可香肉 好香哦 那魚蛋是可以就這樣放的 不用煮的 不用啊 已經熟了了 看看它是什麼樣子 是沒有咖喱醬在裡面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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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搞笑哦 它是有一點點變形的 我覺得它像雞蛋仔的那些 我覺得它像... 魚肉 完成 好 來吧 OK D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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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馬上吃了 好 你現在馬上吃了 其實很肚餓啊 請 我來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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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怎樣啊 它真的有港式咖喱那種味道 嘗嘗魚蛋 不過那個魚蛋呢 是冷的 它裡面是這樣的 不是平時的魚蛋 它不是白色的魚蛋 像泰式魚餅 那種質感多一點 但都OK蛋 這些即食麵類來說 這個魚蛋算是有點大眼的 阿星接力 阿星接力 嗯 怎樣啊 哎呀不要吃光啊 好好吃哦 它拌完這醬很好吃 如果你有吃過炒麵王呢 是你拌完那些醬 但是沒有鬆的 你都覺得很好吃 就是這種感覺 但其實我沒試過拌油麵 我吃開油麵 是車仔麵的湯麵 但它這個是用咖喱醬拌 兩年沒有吃過油麵了 已經 知不知道 你會不會留一口給我 留一口 你剛才吃了很多 四分一左右 我吃最好吃 我驚訝是它出到醬真度這麼高 嗯 以前是那些杯麵 公仔麵 全部是那些脫水 那些粒粒 扮肉那些 很乾的粒粒 但現在是魚蛋也可以做到 你有沒有吃過 出前一丁的杯麵 然後它裡面有一粒蛋 你有沒有吃過 真的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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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熟了的蛋 醬油蛋 沒有 有 有很久了 那個已經覺得很厲害 但這個 是再見一點 有嗎 大家告訴我 我沒見過 那不就很大包 你真的大香 你出發 這個咖喱魚蛋 濃麵的開箱 就結束了 結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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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先不要忘了訂閱 那之後呢 應該不會再兩個月 再出一次影片 不如再算了 加油 有完再見 拜拜 你已經吃螺絲了 因為我會全部剪下去 拜拜 經常說我吃螺絲